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一个选择给你一张 特别特别帅的脸 谁一剑都爱 但是没有了综艺效果 还有一个选择让你更丑 当然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 丑到你现在发型的发量 还是朱珍那种 你这还看得到发量吗 脸没什么发量太恶心了 小王 我真的会选择后者 因为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说得好 对不对 这招 但是我也不想要这种发量 你这种发量也是万里挑一 下次我也要想几个问题 体验一把犀利的发问的感觉 迎评前的远程特工 如果你们也想体验一下的话 扫一下我们的特殊密码 欢迎来到火星切磋 好不好 各位特工 现在开始 Tiana 东方技工局长 第一个你来谁 直接有请我们的段裕吧 我告诉大家 他刚才偷偷问我 刘伟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发现 爱的是非对错以太多 我发现地球人的启蒙老师无处不在 我 你的启蒙老师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画家 你小时候应该不是个画家 你小时候应该是个画老 没有 我小时候可内向了 我妈上楼换衣服的时候 我就在楼下 因为我在那儿等很无聊 我突然看到旁边有一个棍 然后棍了之后 我在等我妈 我就地上滑了 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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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 啊 画 我就发现 哎呦 滑了啥画啊 啥画 对 我突然觉得 哎我的那个手笔 画出来的东西还蛮流畅的 后来我就在这儿画了个高开鞋 然后画了个我妈的脸 哇 单位女士 然后我就发现我太会画画了 从此我就学画画了 风哥你呢 你有没有启蒙老师 我其实之前当过兵嘛 两年兵 是是是 那两年对我来说 是打下基础的 那两年 看了还在看 那两年 然后对我来说 拿走棒吧 是非常重要的 做一诚见诚 但是当初我考取文工团的时候 我想给我爸妈一个惊喜 出事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会 就是一张白纸 一张很大很大的白纸 然后老师说 你跳一段广播体操吧 然后看看你的形体 老师说你二世的时候 如果说再是这样的话 你就进不了我们 紧备启蒙公团了 后来我憋不住了 回去以后就跟我爸妈 上了个厕所 是吧 就跟我爸妈说了 然后我爸就成为了我 第一个舞蹈的启蒙老师 刚刚刚爸爸什么舞蹈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曲 《红夜》 有请 真的假的 我的启蒙老师 钱老师 你看这些儿媳 有种事 有个女孩被踩到脚了 这个女孩 刚才说 忍一忍好 爸爸踩到脚了 他 有没有家规 那个表情好嫌弃 从来就来 那个份儿好迟到 份儿好真的 这表情 好投入啊 好投入啊 我的天 红颜 天空上 对对拍 尘寒 真的很好 你可以跳 天苍茫 年河 看 我 有了 山高了 山高了 心中是 北方 夹 祥 我爸可以教大家蒙古速成的三个法宝 真的 第一个是斗肩 还有展翅 还有三步就是那种豪迈夸张的表情 对 表情很重要 眼神里面就要看到那个草原的宽广 眼睛里面一定要有东西 好亮 看叔叔 你看 我爸眼睛好亮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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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 有个鸟 有个鸟 牛 好成羊 尖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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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再重掌声谢谢我们的前爸爸好不好 我的启蒙老师 我想起我小时候 是我爸曾经请过一个杂技老师 做了启蒙老师 真的假的 累积什么最好 杂技里面最安全的一项 顶技 那个很难 以前我知道有顶钢顶什么的 顶报纸你们看到过没 这个怎么点啊 不可能 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我的天哪 这个这个来 顶这个 顶这个 可以 来来来 来来来 谁跟你说顶轮椅 你试试我这个打走棍 这个好明显的 对 这还可以帮你后期 帮你抠成别的东西 上面还可以帮你 抠一个羊笛上去 哇 真的 这个可以啊 这个厉害 这个 我不是所有的都会好不好 老文同会 老文同周波通 还真会 哇 厉害了 哇 可以啊 欢迎来到火星杂技大会 火星杂技大会 你们的这个人生的启蒙老师 火 整段垮掉 哈哈 烂了烂了 我的轮椅这么坏了 诸葛正我老师帮我亲自做的 你试试做下面 对对 可以可以 这是真正的垮掉 我真实的 带我进入音乐这个殿堂的 其实是一个随身厅 当时那个随身厅里面 放了一盘磁带 是范小轩自言自语的那张专辑 就打开了我音乐的大门 所以启蒙老师不一定是一个人 她也有可能是一个物 我觉得欧威说得很对 因为我小时候跟欧威也很像 我小时候就是特别乖巧 不怎么说话 很邻家的一个青春美少女 然后 等下青春美少女就算了 那个年代看不出来 有一年那个暑假的时候 我们家就是突然有一本 那个奇致大兵老师的 那个相声小品牌 看了奇致大兵老师的相声之后 就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就明白了 就是如果想让人家喜欢你 你就要做一个搞笑的人 给人家带来快乐 大家都会喜欢你 对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邪心 则偶标准都变化了吧 真的 就是我就喜欢长得丑的 有才华的 比如说像杨迪 谢谢 那你还喜欢海涛 你的意思是说海涛比杨迪还丑 但是他却喜欢上了 比我更丑的那个 你比他丑一点 但是我 但是我 没有 但是我跟你说 别人问过我说 维维和杨迪你会选谁 我 我不丑 有病 我选杨迪 真的假的 为什么 杨迪如何 薛之谦 怎么样 你选 我当然是选薛之谦 我又不傻 是不是 我心中一直很想成为一个 非常优雅的双语主持人 就是因为一个人 吴小丽老师 哦